欢迎来到艺术开开门 今天要来分享就是艺术圈 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 可能在别的圈也有啦 好那我们就欢迎廖大 那第一个就是最近 大家都有看新闻嘛 现在的那个台湾的MeToo运动 也是又在发起 很棒很棒 对对对对 这是好事 对对对 本来是美国嘛 好像2006年2007年 对然后开始有这样子一个运动 这样子 那最近在这个艺术圈 也是烧了非常的多 也包括说什么策展人啊 馆长啊 某个画室老师啊 某个教授啊 都被起底了 还就是列出来了这样子 那一开始先烧政治圈嘛 政治圈 然后再过来烧到演艺圈 对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 每天都有被被起底的 啊你现在要烧艺术圈 对就是最幸运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看那个靠北艺术啊 好多人哦 对 然后就是有的是说 有的人有吓到我 就是我觉得说 对我也吓到人 对我也吓到 其实这个是很好 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自觉嘛 对不对 你就是要勇敢的保护自己啊 然后就是不要说不好意思 其实是 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这样 就是那有的是会去骚扰学生的 那有的是老板去骚扰员工的 也有 然后也有就是长家就是骚扰 要要求跟画廊小姐交往的 别有 就是有钱的 就是有钱跟有势啊 对都有 反正就是你想得到的这个关系 就是可能都会有 那我讲一个真实的 就是我身边的 当然其实我也是有遇到过 可是以前有 因为以前会害怕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曾经有参加过画会 它越来越大 然后他就有就是会有几个女画家嘛 那我们就常常就是会聊天 然后讲话 然后就会说 哎你那个明年 你还要你还要参加这个画会吗 这样子 那我就说 我不参加了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大家都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让我可以就是进步的空间 就是会想到就是 很多人进画会 就是要嘛就是展览嘛 就是新手 然后他就会想说 每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展览 那第二就是教学相长 就是希望说自己进步啦 最主要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认识一些人脉 大概大部分都是这三个 那结果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啦 他说他不想参加 我就说怎么了 他说那个理事长啊 每次拍照的时候 哎呀好优秀 那有的是左拥右抱这样子 他就说他很不舒服 他每一次拍照 因为那个像画会啊 就经常会拍照 因为他们都很爱拍照 就这样搂得很紧啊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样之外 他眼里 他嘴里还会就是亏他 就讲得很比较粗俗一点这样 那他就会很生气啊 那我也听了很生气 我说啊他是这样哦 哎我是没有被他搂到过啦 因为我都会保持距离 我就会预防嘛 我就会预防一切的开始 我就会做防范 好假设他一这样你会怎么样 我就会这样 你就会这样 我就会这样 你来我马来 然后他就会退掉 真的哦 对对对 我是这样 对付这样子来第一招来 我又没捏你 我骨刺了 我骨刺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骨刺 理事长那个绕枕 不好意思 然后第二招 来再来 我觉得这招很好 这样好 这招最好 不用多说 我觉得男生会吓到 你看再一次 你看哦 哦 大家还会看 我觉得这招最好 直接最好 对要直接反应 那你就说我很痛 什么什么 哦好痛哦 其实心痛 是你这个射堂这样子 对 然后就引起注意 对对 我觉得这招最好 那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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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讲了 对 哎 等一下我们插体的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女生你要勇敢一点 你就是 如果你不舒服 真的 我为男性告诉 你就直接反应 刚刚那个很好 对 你这个反应呢 他会觉得女生有病 再也不跟你拍照 哦 对 他会吓到 他也没办法反驳 因为你痛嘛 你就是我痛 他也没办法反驳 然后别人又会看到 他 对对对 我觉得这招最好 以男性来讲 这招 第一名 你怎么喜欢抱女生哦 哎呀 小心 是的 进来 李世哲 你喜欢抱女生哦 你就是大声 忽然这样 然后吓到 对 就是这种智慧 你也可以就是保护自己 对 而且他当的大家命 一定要就是及时反应出来啦 不过就是现在在家里面练习一下 当然你要就是讨厌他 你就直接讲出来 可是有的为什么他不想要伸张 是因为觉得说他第一个他害怕 而且第二个他觉得他有权威 是好像掌握了一些什么 所以很多的女生他就是敢怒啊 然后不敢言 没有如果你觉得说根本无随 我也不要这个 其实我觉得应该来说 这种行为本来就不可取啦 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团体 在这个学校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尊重他 对对对对 因为他对你这样 他也会对别人这样子啦 对所以我们请各位女生啊 男生也是要保护自己 都一样啦 就是请大家就是保护自己啦 这样子 好那第二个 讲第二个就是艺术圈 就是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是你知道吗 我就是前几天 这阵子特别多 可是疫情开放了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 哇就会写说什么罗浮宫展览 那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明星吗 一个艺术明星他画画嘛 然后他就是去这个罗浮宫 然后被新闻媒体爆得很大哦 说啊他被罗浮宫邀请 然后在罗浮宫展览这样子 那最近也是啊 然后就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策展人哦 然后他就说哎那个 他有去这个罗浮宫展览呢 然后有得到了什么沙龙奖这样子 就觉得说是不是不应该去戳破这件事情啊 然后后来我就昨天跟你聊 那你有跟我讲一件事情说 不会啊这应该要说 因为这是一个知识性的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这蛮有道理的啊 这是一个知识好所以我分享这个知识 罗浮宫哦他一个像我们台湾的故宫 他就是展一个古文物的一个地方 那他通常展的东西啊都是从中古世纪一直展到19世纪 这些印象派的这些作品七个类别 好例如说也有那个什么那个古文物啊 什么埃及馆啊这样也有东方的各方面的 那我去那边我之前也是罗浮宫资有一年80欧 那很便宜 那学生的话是就是好像以前我是免费嘛 但是现在好像是12欧还是十几欧 有条件啊看说是去几次啦 那以前我们本来就是免费 因为你就是凭着学生证 就是自由通行嘛 你只要是念艺术的是全法你都是免费的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那那个艺术学生我们也有一个课程 就是你也必须要在罗浮宫里面去里面画画 实习 所以常常有一阵子都是要进到罗浮宫画画的 对这是一个基本很多人不知道 那为什么说去罗浮宫展其实不可能的事情 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他就是展古文物的一个地方 就像是我们的那个故宫博物院 你怎么可能那边那边有展区让你展 有一些有名的大师还活着就都没去展了 你怎么可能一个普通的素人你会去展 对不对 你这样想就知道了 对我想一定是非常困难 对对对 他底下就是有一个罗浮宫shopping mall 我会po出来这个讯息给大家 那我们台湾有一个团体 他是专门就是送 就是你可以报名 他就是报名 你就可以去这个罗浮宫的地底下 他那里面有书店啊 然后有很多的商城 大概目前大概有30几家的这个购物几家的门市 哇那么多 对很大底下的商城他就是一个mall 我们的美术馆几乎就只有一个 你知道吗我去七八十次我都还没逛完 那个艺术我都没逛完因为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然后有餐厅啊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有这样子 也有一些文创商品 然后一个空间 然后他就是付费 你就是可以来这边参加 那我会把这个资讯po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到罗浮宫的地下室去展览哦 就挂上你的画 对一张五万块 你只要交上一张五万块 你觉得你想要去那边展览 那你就觉得说我曾经 就在罗浮宫的地下室的shopping mall里面 你觉得很爽 他那个并不是罗浮宫来邀请你去展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商业行为他放在那边 然后有商人先乘出那个地方 然后说你如果要挂在这边一张画五万块钱 对那那个艺术沙龙是这样 更不可能的 对那个就是不另外讲 因为那个都是都查得到的 就是你Google都查得到 就是艺术沙龙大展 对那个其实有很多的名义啦 并不是真的什么法国沙龙 对有的是台湾的法国沙龙 对就是 就有点云木混珠 有点云木混珠 他并不是真的法国官方做的那个沙龙 所以但是我们很多人因为 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欧洲很遥远嘛 然后也不懂法文 什么也不认识 然后就听到哇罗浮宫 就听到那个行天宫的感觉一样 五万块待多久 五万块大概几天啦 几天啦 他有一个时间 蛮好赚的耶 对对对真的蛮好赚的声音 我都觉得我也可以 我曾经有想过做这样的声音 我一个朋友发明人啦 然后呢你就是给他钱 他就会把你放在那个书里面就说 你是全世界前一千大 一千大那个 发明家 对有有有有有 就是也有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那你才是跟人家讲说 那我被评为全世界前一大 然后那个对啊 那个买的那个网页啊 那个有很多也是付钱 你就是可以去展览的 有很多这个地方这样子 这是一个基本的啦 会碰轰啦 这些是查得到的 就用那个逻辑去看怎么 就是很有名的人都没有去 他这个怎么可能对不对 那他那个资料就是都查得出来 如果说是一个很有名 一个很棒的一个艺术家 应该是说 他是会有一连贯的这个资料 我要讲的是这样 是查得到 那你的你说他网页上有报道 那个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买的 有很多的那个报道是都用买 也是认识很多记者啊 也是可以买 那帮你写这样 今天很开心就是请廖大来 这个艺术开开门 就是跟我们聊聊天 你就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你有发现其他的一些 现象可理解 或是无法理解的都可以哦 好我们下次见 来说拜拜